傍晚七点多 马应德来了 为了不引起注意 他并没有开车 而是坐出租车前来俯约 两人一边小拙 一边说着话 情意融融 晚上九点四十分 两人正至憨处 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两人一下慌起来 想到了各自非同寻常的身份 要是外人发现 不堪设想啊 房间没有其他可出去的通道 慌乱中 姚书清让马应德 去后阳台上暂时躲避 自己把茶几上的东西草草收拾了 才开了门 进来的竟是樊顺宇 他手里拎着一大堆礼物 他听说了他的婚讯 也想趁婚前与他缠绵 姚书清暗暗叫苦 却也奈何不得 坐了好一会儿 樊顺宇还没有走的意思 姚书清心里非常着急 可又想不出理由赶他走 直到一个多小时后 姚书清发火了 说自己要结婚了 樊顺宇再待下去不合适 樊顺宇这才不舍得起声告辞 樊顺宇一走 姚书清赶紧跑到后阳台上去看 却已经没了马英德的影子 姚书清的住房是仿欧建筑 阳台栏杆都是粗大的浮雕 他以为马英德已经顺着栏杆溜下去了 怅然的叹息 自己该去睡觉了 谁料 第二天一早 却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 警方经过对几个当事人的询问 和对现场的仔细勘察 发现 马英德确实是因为潘玉而下石摔下去的 根据法医的鉴定 马英德的左侧炉内有大片淤血 应该是死者受到重力撞击造成的 是致死的主要原因 另外 他身上还有多处擦伤 骨折 根据种种迹象分析 马英德摔下石 是一只脚先触底 但巨大的惯性 又导致他的头颅猛烈触底 当时他可能并没死 却没大声地呼救 严重的内伤 又让他无法挪动身体 去找到他被摔掉的手机 就这样 他在冰天雪地的等待中 因流血过多而死亡 法医分析说 当时如果他呼救 及时获得救治 也许就不会死亡 通过警方对樊顺宇的调查得知 此前他并不知道 姚淑青和马英德有亲密的关系 而他在大年三十晚上去会姚淑青 也纯属礼节性拜访 马英德的妻子 在得知丈夫真正的死因后 宣布和丈夫离婚 与他脱离一切关系 警方的侦破结论 为姚淑青洗脱了嫌疑 并且当地有关部门 封锁了此消息 所以外界并不知道 事情的真相 然而 一直为马英德的惨死而深深地 自责的姚淑青 却在春节后不久 把事情告诉了萧文迪 并平静地接受了对方的分手 2015年5月初 姚淑青突然提出辞职 消息传出 立即引起了更多人的猜疑和叹息 一个年仅29岁的 区籍政府的重要部门一把手 就这么轻易地把锦绣前程放弃了 拟出情感悲剧就这样落幕了 留下了许多的遗憾 痛悔和反思 相关专家指出 正常的婚姻应该是功力 感情 性 各占三分之一 而姚淑青却把功力看得太重了 这必然会对他以后的婚姻 家庭生活 甚至试图产生不利的影响 并且 他用这种被现代人称为第四类情感的方式 去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 也是非常不可取的 尽管我们正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 人们对介于友情与爱情之间的 所谓第四情感 并无苛责 也不会再用好或者坏来简单地评价 但无数的事实向我们证实 最后的约会要不得 想通过这种形式来了断前情旧事 他非但断不了 反而会给双方以后的生活埋下危险的伏笔 姚淑青最后的穷途末路 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而马英德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 在自己的生活中 没能以党纪国法和道德标准 来严格要求自己 却为暧昧的婚外情感所蛊惑 不但葬送了大好前途 忘丢了自己的性命 还给自己的人生抹上了污点 这是非常可惜可叹的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